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女星吴欣提与李渔喜2016年因合作新版恶作剧之吻擦出爱的火花,两人练行维持不到半年就告吹,虽然当时对外表面上是和平分手,但却被周刊爆料,实际上是因为李渔喜觉得吴欣提太年,时不时又爱茶琴,让南方最终受不了提分手。 根据联合报报道,吴欣提表示自己过去三段恋情,个性从不黏人,即使与男友分隔两地,超过一个礼拜未联络也无所谓,只要记得偶尔拨通电话就好,所以面对当时的传言相当无奈,不知从哪传来,只希望大家听听就好。 吴欣提说道,与李渔喜已经很少联络了,当初是因为拍戏常聚在一起,两人也比较有话聊,是否期待新的恋情? 他也盼望能遇到对的人。 吴欣提表示自己在感情上从不黏人,翻射自吴欣提脸书,吴欣提,左,于李渔喜,右,曾被报价戏斟作,恋情不到半年即告吹。 资料照,记者陈毅宽社。 资料照,记者陈毅宽社。